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回到下午的即時攻略直播環節 會跟大家特別跟進港交所方面的業績情況 會跟Harry研究部的高級分析員袁智希談談港交所的情況 Harry你好 你好 見到見光死的跡象 港交所一出業績之後,見到市況並不是太早 跌幅擴大,最多跌4%有多 低位是見過206.2% 現在207.8%是增持住的 我們跟大家跟進一下業績情況 他們公佈了直至6個月底的半年業績 股東應佔入利即順利方面,岸年增長有7.3% 去到40億9500萬元 每股盈利增長71%至3.49% 中期息3.08元 去年同期派1.83元 最關注的是盈利表現 大家都看了增長的速度 大家說到可能會賺成40億 現在看實際數字 賺到41億 這個數字 說到增幅 也有7.3% 剛剛提到的 剛剛我記得和你做節目,大行都看到很樂觀 你還說不出奇,去到九成 因為看到大市氣氛在第二季來說非常好 成交有配合等等 看看,剛剛提到的 賺的幅度又沒有市場那麼多 還有第二季的逆均成交 雖然有一個很明顯的增加 平均有1620億 較第一季來說 這個629億的數字 當然有一個非常能力的增幅 不過都說沒有預期那麼多 所以解釋到為什麼股價就跌下來了 不如跟我們先跟進 大數的情況 增長沒有我們想像中那麼好 有些真的出人意表 究竟那個情況是怎樣呢 如果你看港交所 這次的大數來講 大家都已經零大頭了 本身其實 大家在期望 至少第二季 本身的成交額急增 市況上那麼刺激 應該帶動到一些 港交所本身的盈利水平上來講 是有一個很誇張的幅度 因為本身 整個市況都是一個很誇張的看法 雖然你說純粹以收入 和盈利的增長幅度來講 是給予一個漂亮的數字 但是比起市場預期來講 有一段落差 所以就只看大數 大家都知道港交所的估額 可能會比較大一點 現階段的估額 你這秒鐘看下去 好像206元就叫做跌定了 但是看完三點之後 你待會偶走錢進來 其實可能還有多少少的估額 而如果你看回營運支出 和EBIDA的看法上來講 都比起大行的預期做得差一點 營運支出好像還在增長 一成有多 所以本身 以往我們看港交所來講 除了直接看業績的話 大家會很看過營運支出 因為支出方面來講 近幾份業績都是增長得很快的 今次的增速稍微會放慢了 是一件好事來的 但是放慢的情況 其實就沒有特別大的幅度 所以現階段上來講 你計算一下 其餘每股盈利的大數來講 當然都會跟隨盈利的上升趨勢 但是給了一個市場的感覺 那就算下降就是 上半年的計算好像未很夠主要抓了大半年 Gentile E.T.E.常商 所以股價會 sales一些 wrist 你剛才講到的ー 就是在進行支出方面 其實增加了百分之十十一 到了十五億八千萬元 主要因應策略的計劃 而招聘人手在人工费或雇员费用方面有上升的情况 他说到其他的,但法律的费用减少 在Leman Gratis收回一些款项,整体增幅有所放缓 所以令到支出增长了上来 在业势当中有解释到 不如我们再多看一些 他们公布了主要有几个统计数字 刚刚都提及了日均成交金额 这份业绩都可以给我们看 原来LME方面的业务也做得比较差 有公布的数字,LME金属合约平均每日的成交量跌下来 跌了3% 你看到他们的资出,虽然减少了 他们的营运资出,LME方面是减少了 但他们也不是太大钱 也不是太赚钱 加益量方面也少了很多 这个业绩也不是太好 不如先分析他个别的情况 他又提及牛红症或衍生工具产品的交易量 或者我们也focus一下LME方面的情况 交易量是减少了 我想问一下,现在他占的盈利贡献有多少呢 占的盈利贡献本身一向都是两三成 有一部分 大家又要分开来看 上半年的环球股市这么刺烈 其实LME的成交额有少少下跌 也不奇怪 但一个问题是 因为我看LME在港交所的定位 是一个内地对于本身的资源定价权的看法 为什么他们这么贵 买LME是想拿回资源定价权的 所以他本身对于港交所来说 现阶段我会觉得慢慢地开始 迫入一个收成期 因为如果你看到盈利水平上来说 慢慢地会比起以往的所谓的盈利看法 即是几份业绩战那些 还看到市场淺 开头的时候 其实已经好很多了 但是我不会期望 LME的成交量那方面 突然间会有个飙升风筝的状态 始终你计算资源 或者看法上来说 又不是刺烈得那么紧要 所以如果你说对比起港交所来说 我想大家都会很重复 在股票或者衍生工具那边 那些交易费那边 急速的增长幅度 会放缓多少 上半年来说 是一些很漂亮的数字来的 但是这件事 我某个程度上 觉得已经反映在股价上面 所以大家看数字好像很傾奋 但是问题是 其实大家市场焦点 开始放在未来的走势 会是怎样的 好啊 你讲到那些衍生拳症 牛红症 或者那些窩卵等等 他们每天平均的成交金贸 其实增长幅度都非常之惊人 有了1.5倍那么多 不过这一个就是上半年的情况 Harry 你也讲到 就是未来下半年 现在市况又比较惨淡一点 进去调整期 可能就很难保持到这些漂亮的高增长数字 现在关键就是 你也讲到 一些利甘因素 开始慢慢 就像你说的 price 先进去380 已经慢慢开始反映了出来 所以现在变相就是说 出现这份业绩 没有市场预期那么好 未来你买港交数 一定是看回它下半年 或者是 之后未来的情况是怎样的 是否都要再等等呢 暂时港交数的前景是怎样呢 提完份业绩之后 看它跌多了 我觉得 就下去 其实本身近200元 大家是可以试一试的 你看那个图里面 这里有个支持位在 但是 当然 现在讲的日均成交额 都是比较疲弱 是这两天开始好一点 要看一下成交的走势会是怎样的 而且大家买到港交数 你本身如果你想捞底的话 你会有一个的期望 和at least 你有个 assumption 就是你觉得 未来的第四个市场 会先回来 如果你是看探中国 你又无理由走进去 什么价钱都好 走进去买港交数 如果你看探中国 未来的A股 其实上到四千多点 会下跌下去 又或者是 可能会拖累到 H股 都继续做得一样的 令到整个大市 都只是维持在六百亿至八百亿 左右的平均成交的话 港交数 现在的股值上来说 挺高的 所以如果你相信 本身你觉得 中国中证监搞了这么多动作 或者之后整体的十三五规划 可以大动到股市 其实你才买到港交数 那些市场上来说 是会比较稳定的 所以我自己有这样的 assumption 所以建议大家可以 譬如跌近到二百元那些位置 可以试一试 隔一个一季来 让市况回来 当那个成交价上了一千亿 那个股价就有机会 爆上二百五十元楼上 所以这个就要看看 现阶段 港交所份业绩 我们知道 一些OK的数字 虽然比起市场 但是大家对于股价的看法上来说 对于市况 又或者未来的中国的看法 是很大的关系 所以现阶段 我expect 这一两天 港交所都可能会有股价在那里 始终整体的气氛上来说 尤其是这两天 恒指都是比较一般的 好啊 麻烦你先哈利 我们时间关系 或者差的时间 再跟进多一点 港交所方面的业绩 但是也多谢你先 在这方面的分析 哈利你有没有拿着三百八 没有的 好我们休息一会先 稍后回来会是 开始解答大家的股票问题 稍后再谈